王亲啊 奴才在 秦英还在井人宫吗 朕时辰 叙事还在 你跑一趟 替朕传句话 给秦主儿请安 这是皇上让您送来的 是 皇上知道秦主儿在此守丧 劳心上神 特意煮慕在送来这浴灼神汤 让秦主儿安心养神 保重身子 皇上还说 眼下这局势 秦主儿颇为艰难 皇上从未忘却 秦主儿和皇上 是心意相通的人 秦主若有不顺心之时 想想皇上这句话 再不顺心 也能安心了 皇上的心思我明白了 劳烦王公公深夜走一趟 那奴才告退 走 皇和娘 嫔妃未愤 您两次都发还回来了 是不是儿臣 你的不妥当 你是怎么拟的 又是怎么改的 你是皇后 事事要思虑周全 黄阿娘是不满意乌拉纳拉氏的位分 儿臣未能及时明白黄阿娘心意 是儿臣的错 还请黄阿娘教导 乌拉纳拉氏呢 她在景仁宫守丧三日 今日应该离弊 那她应该已经来了 父家 太后 亲主已经到了 那让她进来吧 皇后坐吧 是 臣妾给太后皇后娘娘请安 景仁宫丧事已了 姑母今日午后已送去飞林 景仁宫是你的至亲 按理 你要为她守孝三年才是 这样吧 你不必去你姑母灵前 就在前底待着 五指不得出阁院 好好地为你姑母守孝三年 可是要守孝三年 就看她有没有这份孝心呢 太后能让臣妾在前底守孝 以示大恩 臣妾谢恩 是 孝英 还是被黄额娘 退还回来 臣妾无奈 只好改为贵人 可黄额娘 还是不满意 黄额娘 划掉她的名字 难不成是不要 给她任何位分吗 皇上 黄额娘封青英妹妹 住在前邸 让她为锦仁勾手 孝孝三年 闭门不出 什么 黄额娘 九掌后宫之事 当着臣妾的面 便发露了青英妹妹 臣妾却不敢驳回 黄额娘独断专权 连朕都不事先告知 你又怎敢驳回 请皇上息怒 皇上 黄额娘以孝亲为由 发露了青英妹妹 这也挑不出错来 不如等过些时日 臣妾和皇上 一同去求黄额娘开恩 朕知道了 静英妹妹虽被禁足 但其他人等名位已定 只差分居东西六宫了 皇后卓卿安排就是 是 小心点啊 放那边 转 转那边吧 轻点放 来搬过来搬过来 好好好 来 这个盒子 得放在这儿 我帮你 小心点啊 小心点 你们 别磕了碰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承诺 慢点慢点啊 这个放歪了 我那个保卫盒子 给我放好了啊 千万别摔了 帮我一下 来了 咱们这一走 重华公交落索了 抬高点啊 你说这千亿姐姐 还出得去吗 放上去 放上去 太后说 让她守孝三年 怕是一辈子 都不会放她出来了 放那边 谁知道呢 拿过来 拿过来 小心着点 别弄脏了 那边轻点 那可是皇上赏的 都收拾妥当了 来来来 主 您听见了吗 他们咒咱们 在这儿一辈子出不去呢 其他的主位分陆续 都定了搬走了 咱们正要在这儿 住了三年才出去 这宫里还能有咱们 立足的份儿吗 姐姐 别说了 主听了 岂不更伤心 就你知道 我不也是为主担心吗 走走走走 姐姐 是我 海岚 你怎么还没搬 我跟皇后说 东西尚未整理完 晚些再搬 皇后替我留了门 你坐吧 嗯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你还是不要跟我一起困在这儿 早点走吧 可我哪里都不想去 我只想跟你待在一块儿 况且 我尚能自由进出 到底方便些 方便一时又如何 比太后的脾气 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眼下太后还心烦 等过一阵太后好些了 我和绿云姐姐 再想法子去求太后 太后怎么了 太后一直住在寿康宫 还没一句刺您宫呢 还没一句刺您宫呢